33名學聯的代表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內絕食64小時 象徵八九六四 他們又用粉筆在地上寫上對六四運動的心聲 希望喚起社會特別是年輕人認識六四真相 今年我們學聯進行第三年六四的六十四小時絕食 目的就是希望我們這群大學生再次走入群眾那裏 去講述歷史的真相 從而去講述其實我們不論是香港人和中國人 我們可以在整個民主進程上 我們的角色是什麽 我們可以做到什麽 因為畢竟其實我們說六四的精神 很大程度上都是要透過實踐出來 而最好的實踐方式就是我們怎樣去推動我們本土的民主 他又說活動前只是口頭知會警方 並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但不擔心警方用公安條例檢控他們 因為作為一個公民抗命的團體 其實我們是不會怕任何這些檢控 絕食期間學聯安排護士每日為學生糧血壓 監測健康狀況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一大熱門報導 我們要來吃anst thicker 我們要吃到 的這間餐廳 當阿樂 我們要來吃進去